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的Noray 那現在時間是3.43分 對那可能待會會一些 咳嗽 因為這個感冒還沒好 那我們就來講個股吧 然後我們就 簡單快速的去講 對就不要講的 又多一些道理 我們就專注在個股分析 今天不太想講太多話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劍牙 4130 今天有漲停板 那有一些漲停板 然後 創高的話 我自己個人的 給大家的一個想法是 就是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那 賺錢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不需要 去擠的事情 因為 你賺了你無法去 這一個 Cover的錢 基本上 你也會 呃 直接很快速的又把他還回去 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 你在炒幣好了 你在幣圈操作的人 那你今天賺了 一倍 你從 譬如我們小資主 我們10萬呢 直接賺了一倍 一天直接賺到了20萬 那這20萬呢 你會不會想要全部再投入 會嗎 那 有可能天天讓你過年了嗎 天天都在漲 天天都翻一倍嗎 我覺得 自己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那 一定會有讓你這個 亂操作 瞎操作的地方 基本上就會崩盤 就是崩掉 好啦 我們看一下這個建議 基本上我覺得 看不太出來到底 到底要怎麼操作的一檔個股 因為 圖 圖啦 大家自己看 不是我覺得很亂 這應該一般人看都覺得很亂吧 這個要抓支撐也很難抓 到底應該明確抓到那邊 然後他的圖都是長這樣子 有點像 亂畫圖 亂畫圖 那種感覺一樣 他的圖有點亂 所以 很難看懂 然後之前 他已經無量去下來這個地方 那 台庫有個特性喔 台庫的特性就是 只要呢 創造最高點 張往下跌 跌為平的這個點 基本上就是一個 人為炒作 所以 上面呢 你不要去思考說 上面還有太多的主力套裝 基本上套裝的全部都是散戶 你可以去思考就好 然後他的這個 基本上就是一次暴漲 一次暴跌的這種行情 也很難捉摸 到底 應該在那邊做操作 所以這檔我就 pass掉吧 不講太多了 我們看到這個 字緣 字緣部分也是我們之前的 會員個股 那比較明確的一個 下單點 就是在這一根突破的時候 你可能要打進去第一筆單 184的這一根 這個是我們會員個股 然後 他 這邊是做了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上去 那可能 應該說 在這一禮拜 或是說你在上禮拜的 上禮拜才加入的話 那你可能就沒有買到一些比較上漲 是指會員 因為這畢竟你是會員混的 所以說目前已經漲到這個level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停看停啦 停看停 看他有沒有覺得拉到215之後 來一個回測 那目前感受上是有點拉到前高點 這個前高點的位置 大概是 203.5然後在那邊撞 這個 撞這個壓力 那我也不曉得他會不會其實 有機會他是這樣做 打到這邊然後彎下來 我不曉得 所以 基本上如果說 假設我有中心場 然後在一個不曉得 不確定的情況之下呢 一定就是 在這個大概200上下的位置先賣掉 然後剩下就持續放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所以他目前呢是 底部打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算是頭肩底 那掌幅滿足啦 直接抓的話 是抓到大概200多 240幾 那目前呢 就樂觀一點嘛 就這樣看 看有沒有機會 好我們看一下愛普 愛普也是我們之前的 會員個股 然後他也是頭肩底的結構 然後基本上你能夠做進場的位置 是在這一根 1月31號 就是在 上禮拜 上禮拜二吧 上禮拜一在這裡 上禮拜二呢 他的這個 點是一個進場點 然後他已經快要直接 長到滿足點 滿足點是40% 滿足點40% 直接抓這個頭肩底的 這個位置 然後讓去40% 這也是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的 會員個股 那有做到 蠻恭喜 那沒做到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這個位置呢 我不會想去 琢磨太多啦 我不曉得他的 壓力應該抓哪邊 比較好 看一下 250啦 250這邊或許是一個機會啦 或許 不過你看喔 假設我拉 長不滿足拉到這裡來 代表說 他會不會有機會這樣彎下來 有機會彎下來的話 再考慮看看吧 那 這裡 如果失敗了 我不會覺得這樣 那 再來下一個點 就是這裡的 就是這個 下降趨勢線 這個Label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最喜歡啦 不過他目前這樣整體在突破嘛 所以說我才會說 如果說你是上禮拜才加進來 搞不好 還搞不清楚 狀況的時候 就已經往上噴 而且這一檔 其實基本上可以擋掉很多 你很多 不小心做錯的虧損 然後或是說 這個是假突破的虧損 現在長到現在 就已經30幾%了啦 長到現在已經30幾% 我是不曉得 到底有多少會員用 那 有的話就攻擊 那我們就看下一檔吧 我們看一下星漢 我可以看一下 這檔有點複雜喔 我之前有一次 把它給重劃 那我們現在再來重劃一次好了 複雜就是代表說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那不一定它會漲 還是說它就一定會跌 這個都不太確定的 那大致上這邊就是 它這裡喔 那時候盤勢比較差喔 它來個深度的一個回調 這邊來個深度的回調 然後 這一條線應該是目前 能得知 一個非常重要的頸線 就是在28塊 28塊目前有多次測試 然後 也有破底翻 翻上來 我剛剛有一條線畫在這裡啦 但我自己個人也不太確定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邊的亮好了 這個出貨K就不看喔 因為已經漲上來了 也過了一大段時間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嘛 12月14號 然後休息的幾天之後往上走 12月20跟22 那目前的一個看法是 我們先大家眼睛跟著我的這個箭頭看齁 就是說 這邊爆大量嘛 那拉上去之後 又砸下來 無量下縮嘛 然後下跌 然後又拉上去 然後基本上 我們可以關注的是後面的行情的齁 後面下跌是 12月23 然後 26 再來還有這個 27 然後還有 1月4號跟1月5號 為什麼說值得做關注 因為 這個點呢搞不好還是真正的一個 壓力區啦 從這邊開始的話 就Label 這樣子 那他今天又有打上去 然後也沒有收過 收過這一個點 收過這一個點 但是 這一根其實是沒有什麼量啊 所以 整體的一個行情應該會這樣看 那 你說他會不會直接往上走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再回來 再往上走 然後回調整理整理整理 再往上 還是說這裡拉下來整理整理整理 這裡再往上 所以 整體都還沒有 我覺得啦 個人覺得還沒有一個 正式突破這個轉折點 這樣子 所以 應該看一下這個區域吧 30 35.5 35.5 我就看看36好了 再往上拉 35.5到36 這地方去突破再去看吧 然後 這個有點算是 呃 失敗了 這是一個fake 這邊我就不用看 這根不用看 就看這根跟這根就好 因為他其實 就是開高直接走地嘛 沒什麼意義的感覺 好我們看一下中打 那 就來看一下他有沒有突破吧 最近的那個網通呢 感覺說有在動 好看一下 那中打的部分的話 他感覺上還是遇到下山區域線 自壓住 12345 壓制住 他如果說能夠順勢突破 大概118 我們目前抓118啦 你可以下面調整理掉 到17 突破回撤才有機會 目前就是 還壓在一個大的三角收斂裡面 沒什麼特別的當景 我們看一下這個生銳 對齁 那 森瑞這一檔呢 就是 呃 他算是 跟著今天的大哥 金瑞去走 因為他有點 摻到這個 安全監控啦 也不是說摻到 我不確定 基本面的東西啦 那可能就是啦 那看一下他的檔子 然後 另外一檔 齊友也是嘛 不然我們看一下齊友 看是不是有些潛在的機會 齊友 這是一滴跟突破 所以說他是用逆射翻戰 所以這個點呢 我今天他收盤 41.3是一個7G 然後這地方你就會拉上去 拉上去的話 20%的機會 然後就是 講了這兩檔 給大家講 那時候我也有講 森瑞跟齊友嘛 那我是一個人覺得說 我比較看得懂 齊友啦 因為他這邊也有一個 fake 一個錯誤的一個點 開高直接走低的一個錯誤點 並沒有 這個主力說我今天沒有要突破 你幹嘛啊 你開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就有點錯誤 那 整體也是在底下 摔破支撐之後 打一個小型的W 那小型W 代表是會吸蟲蟎的過程 當然 也有可能會死吧 因為畢竟他W不是出現在最底部 不正是出現在最底部 而是出現在算是高檔回撤的點 但是 我認為都有機會在網上進攻 那他會進攻哪邊 我自己不太確定啊 可能就是先抓到這裡來吧 不是4吧 那支撐石抓這裡 我們講到8關 我們看一下友誼 OK那看一下喔 他爆搭了這一根的低點 應該可以把他當作是一個防守區 然後 他前面還有錢高 對所以 那我們連接最外側的相區線 可以發現他在這一根打下來之後又往上進攻 所以 他整體的一個 力道是蠻強勢的 恩 我看一下成交量 成交量很少啦 主要成交量蠻少的 然後 我應該不會有興趣啦 那你有興趣的人 你當然就是守住這一條線 他會不會有機會 跌到這個地方 再做反彈 也是有可能 所以 在過往的一些經驗裡面呢 這條線如果守不住就一定會來撤這裡 那 他上漲也有機會到這裡 所以 恩 你這樣講的話要嘛你就去賭一波嘛 看這個地方會不會做反彈 反彈到這裡 那 我是一個人覺得他整體的趴數 蠻差的啦 10%也蠻差的 所以 然後下檔呢 你要抓到這邊有大概會跌了7% 如果說你不賣掉的話會在這邊扛住7%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興趣 我們還要微創 那微創也是我們超早超久之前就抓的一檔 會員各國 那我之前也有坐進場 那我不懂為什麼現在也有問一次 我看一下 恩 對 那 那時候我坐進場就坐在這個點 29.5啦 然後我們就賣掉了 就是主要抓他三條收斂過來的中手的壓力 然後這邊 差一點打到停損啦 不過沒有打到就往上走 不過我自己個人也是就已經賣掉了 那 基本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特別 就是 他有 你要考慮一點也還是一樣回測到這個Range 再做考慮吧 沒有買到的就算了 就做觀察 真的不要急 真的真的不要急 所以那目前看起來也是 感覺上如果真的往下摔的話 那可能他就已經覺得說 已經到達了滿足點了 因為我們之前是抓 這邊是A段 然後下飄期 等於B段 這邊就是一個漲幅滿足點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快到了 或是說 他 今天如果說 像今天如果是收黑K 收起來的話 可能說他應該到了 往下去砸了 不過他是 尾盤還是要燒一燒上去 然後他的骨心是比較扭一點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台船 OK那我們 重劃好了 好 首先可以看到他的下山去之線嘛 這一根 123 然後這地方 爆炸來因為他進攻 結果被打下去 所以 基本上這一根 目前的這一根 就非常值得做關注 那我說要怎麼去觀察 如果說啦 假設 我們都還沒有看到 那邊的情況的話 我就會這樣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還沒有看到 右邊怎麼跑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這一整根都是壓力喔 我們就不要特別刷嘛 因為我們要做當中 我們要做空 那 這一整根都壓力喔 然後 開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開始去修 調整嘛 這個點好像蠻多人去碰觸到 這個點 搭上這個點嘛 那 上面這個區間 都還是壓力嘛 然後我們去調整 到這裡嘛 對不對 這個高點碰到這裡 然後就 右邊移 就完美 match到了嘛 就match到了 就是在這個區域呢 這個範圍呢 就是一個壓力範圍 所以 只要有一天 他能夠去 越過去收拔回測 這邊是一個潛在的機會 因為 下降趨勢線的慣性 已經做一些改變了 就 大致上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月峰 8.1.2.1喔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整體在走一個下降趨勢啦 這樣子 我自己是 連啊 就連最多點去碰觸到的位置 那 基本上就 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還蠻正常 就是這樣子 1 2 3 壓制住 壓下去 然後 平底的部分 就是在這裡嘛 底的部分就是抓這裡 這裡這裡 這樣拉過來 然後他曾經有突破 底部打個算是類似像 U型底之後 到達這個地方 又再次出貨 12月1號又再次出貨 又出貨下來 然後呢 現在上次有一點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如果說你對於這檔有興趣的人 我覺得 比較 值得做考慮的還是以他 過了下降趨勢先再看 我覺得會比較好 底部這邊開始有一些 小小的在打底的感覺 這邊有點影響他在打底 然後做一個 小收斂 看一下這裡 拉一下 大致上站著吧 就是他將來呢 他的走勢 就是這樣子 要嘛上去嘛 打到這裡可能會下來 打到上去就下來 要嘛就又下來 盤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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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裡突破 在這個地點突破呢 我覺得非常漂亮 是一個double match的感覺 就好像 你原本呢 心裡想說 呃 晚唱要吃什麼 突然呢 你朋友就叫你要去吃那個東西 只是double match 香氣合的一個點 就是兩個壓力就一起突破的點 我覺得 還需要做一些時間的等待吧 對 好我們要滑井墊 OK那 看一下喔 那這是我畫的啦 滑井墊的部分 頸線的部分應該要抓在這裡 然後目前感覺是 跳空開高有個缺口嘛 那缺口有守住 又開始往上走 缺口守住之後開始 往這邊 正正正正正正 然後目前這邊這個階段 其實很難看懂 他到底要怎麼去做啦 不過 比較明確應該是這一條線 頸線如果突破的話 當然就有機會 做一波大的 13 138之類的 那他的一個格局 很像現在的那個 呃 就如何 很像是 平的 然後底部是下上去的線 那有點像是 喇叭形態 但是他是顛倒過來的 如果說是做這樣子的 一個喇叭形態的話 擴張喇叭的話 基本上最後是會下跌的 但是他反過來嘛 他的 頂在這裡 然後底是不斷去創低的 那 他就會 情況就會反過來 所以等在這邊吧 那這邊有興趣自己考慮啦 我不確定這裡有沒有機會 如果說 呃 這裡看起來也有一個啦 對對對 這裡有機會 如果說有再回來的話 考慮看看 這邊一個W啦 然後 這裡把它創掉 重新畫來看到 這邊是ESW 這邊是一個景限 這邊是一個W的一個回射 所以 將來的一個格局 應該是這樣子走 最差就這樣子走啦 那最好是這張突破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掌領版的8冠 OK看一下 那8冠的部分呢 今天掌領版呢 就順勢突破啦 順勢突破 這是我之前抓的這個 算是壓力點 然後這邊有進行回測 就很像我剛剛畫的方式嘛 我說呢 你這樣畫的時候 你要怎麼知道右邊有沒有壓力 當然你要經過反反覆覆的做測試嘛 然後測試測試 這邊又剛好測嘛 測最高的這個 應該說這裡是最高啦 但是後面呢 1 2 3 4 5 6 6根都打在同一個壓力點 差不多是在這裡 然後今天突破 所以 他將來如果再上去 再下來的話 有機會就去上車 不然的話 就在 今天尾盤的時候 直接 直接 馬力仗進去了 不過 因為他在 其實他在這個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機會啦 但是 這個就只能說是盤中嘛 你不能說他搞不好呢 這個地方直接出貨 就下來 有一些人啊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心法 但是我沒有認真學習 他的心法是追馬力掌頂半 那如果說 掉下來的話呢 就在某一個 一個%數的位置去做停損 那 他是有一些量化的數據吧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學啦 他是 就是直買掌頂半 他的做法是直買掌頂半 這樣子 好那大家看 就 第二部影片到這邊喔 然後 就待會就期下來 錄製第三部副拍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